現在我們上的內容叫做食品跟發酵兩段 一段叫介紹食品 大家要介紹發酵 第一個 食品 這有所謂的六大營養素 古時候最早的年代只有三大營養素 就是蛋白質 脂肪跟糖類 因為這三個營養素會提供我們能量 讓我們可以活下去 可以運動 然後可以呼吸之類的 後來發現礦物質很重要 纖維素很重要 還有水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就變成六大營養素 但是前三大是會提供能量的 這以前你們教過了 等一下會提到它 第一個叫做蛋白質 前面講過 它是一個天然聚合物 誰聚合成的氨基酸 這世界上總共就好像20幾種氨基酸 所有各式各樣的蛋白質都是由這二十幾種 我忘記是二十幾種 反正是那幾種氨基酸所構成的 有碳氫氧氧氧氮流 有所謂的動物性蛋白質跟植物性蛋白質 一般而言動物性蛋白質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它有比較多的必需氨基酸 就是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 一定要靠外界攝取來的 動物性蛋白質 植物性蛋白質 那蛋白質有什麼用途 第一個就構成細胞 你現在用眼睛看到你的同學的身體的部分 除了牙齒之外 你看得見的頭髮 皮膚 肌肉 指甲 全部都是蛋白質 全部都是蛋白質 頭髮 皮膚 肌肉 指甲都是蛋白質 除了那個牙齒 皮膚 肌肉 指甲都是 然後吹化劑 前面教過了酵素 酵素是生化反應的那個吹化劑 它就是一個蛋白質 然後提供能量 這個應該以前建教或生物課教過 一公克可以提供四千卡 四大卡的熱量 提供熱量 不過正常人不會用它來提供熱量 因為它就是你的身體的肌肉 就是你已經餓到不行了 已經快要再見了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吃了 就只好自己消耗自己 把自己的身體的肌肉消化掉變成熱量 那時候才會用到它 不然正常應該不會用到它 然後這又是一些膠過的 碰到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講過了 然後你們煮過蛋就知道 蛋白加熱會變成白白的 加熱會變成白白的固體 固體 OK 好 這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硝酸黃色蛋白酸蛋白加熱 消耗會變成白色 然後加熱會變成黃色 看會不會可以了 現在已經很少人問這件事了 這個加熱變白這個還比較 因為算生活嘗試經驗 所以還比較會問 其他人應該都不會問了 我多寫了一些東西 這就看一看就好了 現在應該不太問了 就是剛才東西加過量氨水 讓它變成碱性會變成橘色 會變成橘色 然後呢在碱性加熱會變成紫色到粉紅色 這個抄完就好了 現在應該不太會考了 這古時候有明示 然後會考 現在應該已經不會考了 就看一看就欣賞完就好 這叫脂肪 脂肪就是脂肪酸跟甘油 甘油前面講過 就做那個肥皂的時候會有甘油 要丙三醇 好 停 你發現一次前面是酸 後面是醇 酸要不是叫什麼 脂 所以叫脂類 所以你看到醫院檢查什麼 三酸甘油脂就是它 就是油啦 這個三酸甘油脂就是油 就是脂肪 好 脂肪酸跟甘油 品三醇有碳氫氧質的成分 然後一樣它也是有分做的動物性的油跟植物性的油 那麼一般的人會覺得植物性的油比較好 植物性的油比較好 然後脂肪可以提供熱量 然後每公司用九大卡九千卡的熱量 提供熱量用 提供熱量 OK 脂肪加熱的時候會有臭臭的味道 臭的味道 看一下就好了 脂肪就注意它是脂肪酸跟甘油 它是一個脂類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然後它可以提供九大卡的熱量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對 一時廢總是虛了 3 4 谢谢大家